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故义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过去的观点 容易让你一尘不便 肤浅 我有的偏见 迷惑你有心的初见 浮现 幻然间发现 我们离最初的誓言 渐行渐远 你是否还记得 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 有多少勇气褪迟在 那改变的瞬间 有多少双眼 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 时间为你转身 因为你肯冒险 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 把你坚强比我向前 一切交给时间 你会精彩呈现 勇敢和执着 许下心愿不灭 不变 不变 Yetirit不灭 Lun Sang Lun Sang Lun Sang 我爱你 飞总 给你买了柚子茶 飞总 你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叙叙旧 你放开我 我要是不放了 好啊 不放我就陪你在这儿待着 反正我现在除了写停止检查以外 也做不了其他事 其实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我爸爸知道我捅了很多的娄子 特别地生气 所以让我尽快回纽约 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需要染红色 那太好了啊 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惹这么多麻烦了 不管我做错过什么 好歹我们相识一场 所以 明天能来送送我吗 我知道 虽然这短短两个月 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可是我们还是爱过 所以 我求求你别拒绝我好吗 明天几点 三点 三点 我知道了 看见那边喝闷酒的哥们儿了吗 看着有点眼熟 普通公司的 晴天宇 是不是那个据说 为了客丸的大项目 抢扶到自己女朋友身边 为了想最后项目黄了 女朋友也跑来那样 他也不要脸 我跟你说 这家伙就是有运气 在普通 你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如今 最怕的就是他救人 一辈子都在玩心情 算算不了 喝门口来 不给他 对我跟你说 长短算喝酒了 你没跟你老婆说了 明天 我听了 我打一块一打一块就老婆了 烦得不对 喂 说谁呢 不是 说你冷啊 有总裁说一遍啊 别推我 我打那个男的 再敢来人有事 我报警了 来 秦律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起来 定着凌 你怎么了 你家在哪儿 我送你回家吧 别管我 慢 慢点 秦律师 你怎么了 你嘴巴怎么还溜血了 走开 我知道你别管我 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啊 我这样 我怎样了 我怎样了 你说啊 不敢说是吧 我替你说好了 一副失败者的样子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правда alter不起的样子 也对 我是你的主管 你怎么看我 我图上都是我官方 但我告诉你好了 总有一天 你会跟同位一样 爱上别的男人 我不会的 我就喜欢你 你 算了吧 我不會在收聽上當了 我沒有騙過你 真的 你跟我來 你慢點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 歡迎來到我們家 你是我們家第一個客人 這裡是你家 秦律師 你不用換鞋了 裡面請吧 好 好 喂啊 合租的 他他跟我一起合租的 秦律師請進吧 秦律師 這個是我的臥室 很小吧 還行 秦律師 你坐這兒吧 謝謝 謝謝 我呢 白天在高檔寫字樓裡上班 晚上就住在這樣的一個合租房裡睡覺 可是就是這樣的房子 每個月月租都要三千塊錢 而我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五千塊 刨去這些 我還要打車 吃飯 交水電費 很慘吧 謝謝 這讓我想到 我剛畢業進福通的時候 待遇比你還差 那個時候的實習生 連工資都沒得拿 那 但你是男人我是你們不一樣啊 我為了從我們那個小地方 考到上海這個大城市 只是拼了半條小命在學習 好不容易從法學院閉了印 沒有想到 進福通這樣的律所 也是千軍萬馬 過獨木橋 可是進來了又能怎麼樣呢 我媽知道了我現在生活情況 拼了命地讓我回家 還經常打電話跟我說 晨晨呢 你明年就二十五歲了 在咱們那個地方 二十五歲還沒有結婚 就是大靈蛇女了 我 我不想回去 我媽差點因為這事 跟我決定 不用這麼悲觀吧 沒有啊 我遇到你以後 就不悲觀了 我 我 在我最迷茫最無助的時候 你就像白馬王子一樣的 出現在我面前 安慰我 鼓勵我 幫助我 還請我吃飯送我回家 因為你 我才有勇氣留在這個城市裡 我希望三年 五年 或者十年 我會在上海 擁有自己的家 畢辰 你把我說得太好了 不不不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 你真傻 是吧 秦律師 我說的這些 不是想讓你誤會我 我喜歡你 崇拜你 但是沒有一點點功利的想法 在你難過傷心的時候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 你在我心裡的形象 永遠是高大 偉岸大 謝謝 謝謝 剛才 剛才我不應該那樣跟你說好的 對不起 沒有沒有沒有 我我根本就沒往心裡去 那就好 好 很晚了 我該回去了 謝謝你的蜂蜜水 請 秦律師 那個 你把蜂蜜水喝完吧 這蜂蜜水是解酒的 對胃好對身體好 謝謝 隨便 雖然這短短兩個月 我跟你添了不少麻煩 可是我們還是愛過 所以 我求求你別拒絕我好嗎 小飞 既然这支钢饼 见证了我们的开始 就也让它 见证我们的结束了 您好 你好 童小姐 你们飞总呢 飞总她在机场等你呢 让我来接你 请上车吧 童小姐 你没事吧 那里不舒服吗 没有 还有点时间 你先喝点水吧 小飞 给谁打电话呢 你 上飞机了手机 要关机这点常识 你都不知道啊 我看不见了 这怎么回事 我想想啊 李向中接我来见你 你们飞总呢 飞总她在机场等你呢 让我来接你 还有点时间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 被拉上了飞机 这都是你安排的是不是 你怎么会有我的护照呢 我没有 我可以想办法 正好我发现你有美国签证 我是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田田 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出卖的 你放松一点行吗 既然都已经上了飞机了 就好好地享受这次意外的度假可以吗 谢小飞你别胡闹了行吗 我没闹啊 反正你都已经被停职了 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 你就当跟我出去度个假玩玩多好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干吗 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你这是绑架你知道吗 绑不绑架你也得把安全带系上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就成谋杀了 您好 请问您有差需要吗 我不管 反正飞机到了以后 你就给我订一张机票 我要回来 就不 好 这样吧 反正咱俩现在也没什么事的 要不聊会儿天 聊一聊 你离开我以后会找什么样的男人 或 或者 我离开你以后会找什么样的女人 行 你说 我就是想说一说 我就是想说一说 你别跟我说了 这不是你爸爸那支钢笔吗 我知道了 这是你要送给我的临别礼物 太感动了 你还给我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跟你学的 你别跟我说话 我要睡觉 你别跟我说话 真的不打算再聊一会儿吧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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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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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拐卖了 对不起啊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 谁是你女朋友 你往哪儿走呢 跟你说几遍女孩子走路 别走外边 走里边 你长脑子干什么的呀你 童谣 你跟紧点 我要回国 你回什么国呀 护照你都没有怎么回啊 我就不给你护照 就不让你回 放开 别再跟着我了 来吧 让你小心点吧 别你往哪儿走 你出哪儿去你 你干什么 就在哪儿去 就帮我把这儿招了 你吃饭了 你喝点不完 你喝点不完 就可以喝点 你喝点了 哪儿来 肯定是应该 买点来 我现在是应该 买点输膩 我现在在我 认识的 我现在是什么 感觉 好 我现在是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了我就告诉你 你先说我再上车 想不想要护照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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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做我三天女朋友吧 就三天 三天以后我给你自由 我不明白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 我都没有完全拥有过你 我想在你彻底离开我之前 给我三天 三天以后呢 我们一个回上海 一个回纽约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但至少这三天 你可以完全属于我 你可以正大光明 做我谢小飞的女朋友 我长那么大 逢场作戏真的太多了 但是刻骨铭心的爱 真的只有这一次 所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像普通的情侣一样 相处三天好吗 你在害怕什么 我害怕 我怕这三天过了以后 我这辈子心里都会难受 既然我们早晚都要分开 你干吗要来纠缠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和你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我要让你下半辈子都忘不了我 我要成为你这辈子 最爱的男人 即使不能在一起 我也要霸占着你的心 你这样真的很自私 你知道吗 我混蛋 我自私 承认吧 你想我给你一个未来对吗 我只想让你离开我 我只想让你离开我 你不要再掩饰了 你就是怕爱我爱得太深 拔不出来 上次在大官会所的时候 周总已经都告诉我 他胡说的 同位 我想给你一个家 我想给你一个未来 但是我不能 我给不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仅是谢小飞 我还是谢氏唯一的集成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 觊觎你们家的财产 你误会我 我的家族就是一个烂泥坑 我只是不想拖你下去 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那天在医院吗 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 就是我妈 她生病了 当年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 遭到了家族的反对 因为我爸出身明文 我妈只是一个没有背景的 穷留学生而已 但是我爸太爱我妈了 不顾一切把我妈娶了 从此以后呢 我妈就觉得 她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没想到的是 嫁给了我爸 是她这一生 悲剧生活的开始 妈妈妈陪我出去玩 妈妈妈陪我出去玩 小飞呀 不要打扰夫人哪 我们走吧 出去吧 去吧 是啊 可漂亮啊 家族里其他的女卷排挤她 嘲笑她 妈妈多次向爸爸提出要出去工作 爸爸却不答应 理由是 谢家的少奶奶不可能出去工作 再一次家族聚会上 妈妈喝多了酒 当着众人的面 再一次提出工作的要求 爸爸为了面子 毒气和妈妈说 如果她想要工作 就彻底和谢家脱离关系 王爷 别这样 天长 你听我说 我们有效 面对非人的生活 妈妈想人 可她忍无可忍 妈妈走后没有多久 我们接到警方的电话 她在路上出了车祸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呢 妈妈就变得非常忧郁 再后来 她得到了比死亡 更可怕的结果 就是她变成了植物人 一睡就是十几年 第二年惠珠阿姨就进了我们家 她跟妈妈不同 她是我们家族 唯一一致认可的第一夫人 也是一家酒店企业的继承人 性格温顺 也愿意担任我爸 背后嫌内住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爸虽然很惦记我妈 但也还是这样慢慢接受了她 你是怕 如果我跟你在一起 我会像你妈妈一样 被你家毁掉 我爱你 所以我不希望 我大爷把你给毁了 所以我才不能 给你承诺 我也不敢 小飞 你太看不起我了 我没那么容易被毁掉 你说这样的话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一个家族背后的力量 到底有多可怕 他们对待一个普通家庭 出身的女人 会用冷漠 嘲笑 慢慢地折磨你 把你从一个行业的精英 变成一个毫无意义 可有可无的人 你的自信会被完全摧毁 我的家族就像一个黑洞一样 你看不见他 但当你经过的时候 他会把你的一切都吞噬 但是 当年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妈妈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所以我不希望你冲到府城 这些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是一个骄傲的女人 我不想你自己 变成那个样子 我也不想看到你变成那样 放手也是一种爱 我给不了你美爱 所以你答应我 就在这三天 名正言顺地做我的女朋友 让我们的爱 在这儿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让我们的爱 从此以后 毫无瓜葛 好吗 我去哪里了 我想请你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儿了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儿了 自伤处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 根据李献忠的消息 童心呢还有童小姐 她想干什么 在谈判桌上 当场跟人家沉稀难堪 转头又和这个童为鬼混去了 口口声声说什么 要打开中国市场 现在为了谭权说外 把一切都抛在脑后 关于哥和童小姐的关系 说实话我们也得疑惑 他们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还要一起回来呢 去把他给我找出来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了小飞 然后压着他就给陈希道歉 可问题是哥已经断绝了所有联系 我们根本找不到他 都是我们一切的关系 给我找 什么情况 这是哪儿啊 怎么回事啊 这导航是不是有点不大给力啊 你说你干嘛飞让往右边走嘛 都因为你 都快开到海里了 那你怪我 是不是你让我往这边转的 你有酒店不住非找什么民宿 民宿在哪儿呢 酒店 天下酒店不都一个样吗 这 这 这民宿可是我精心挑选的 我跟你说 而且你说你住五星期酒店 舒服是舒服 谁给你讲爱情 谁给你讲爱情 现在连路都找不着了谈什么爱情 等一下 有信号了 嗯 走吧 这什么坡地方 我要回去睡觉了 叫你来是有目的的 看 里边谁 他会做什么事 这种事 想想想想想要 也许你 carp 張 你 你 对 你 你 可以 帮我 你 我 你 真的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他们刚刚几个点了什么 这几个哪一只啊 每天一碗豆浆加油条 好了 给我来一份 一模一样的 好嘞 两份 好 你不是减肥吗 你吃夜宵不怕长胖 男生套餐吃了不胖 不是 我问你 你到底是想当她的迷妹呢 还是想当她的女哥啊 我紧张嘛 下次 下次一定等她 两份 一共十八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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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儿吗 导航上显示的是这个位置 进去看看 应该就是这儿了吧 我感觉很对的 嗨 你好 嗨 你好 嗨 甘兆 下午 我是云 对 这是 鸡 对 我去找你吃饭 你怎么知道我们很饿了 我们也有很多食物 给你们 要不咱俩来拍一张 好的 饭是准备 好的 你喜欢这些 这些都是拍摄给我 我希望你也会给我一个人 你也会回家 来吧 吃饭了 来吧 欢迎来我的家 我们一起来的美丽夜 我们一起来的美丽夜 哇 什么礼物 你欢迎来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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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哪里来的 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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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爱情故事 我们的故事很简单 我告诉你 一天她在纽约 这些人似乎有问题 她走在她的路上 我只能站住 所以我帮助她 她就在我爱情 为什么 因为我太有趣了 这就是一个英雄 救了美丽的故事 然后 威与你爱情 不 你忘记了吗 我在纽约住 她在纽约工作 她为了爱情故事 她为了爱情故事 所以她把她的朋友 换成为了 刑狗 在这种状态 她在这种状态 她是一个英雄 她是一个英雄 她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 我不是想听她 她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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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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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现在都爱了 一起去吧 对吗 对吗 你真是一个人 我愿意 我都会认识你 瑞珏 你家的哪儿 她是一个人 我的老人 是一个商业 公司的 这可能是他在叫 他真有趣 他每晚都叫 他都叫 聊聊聊聊 聊聊 有时候我睡了 他就这么多了 我应该去找 你两个人去吃 我会正好 再见 拜拜 你看 他们都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 还那么甜蜜 真好 这才是真正的 白头到老吧 大声插 是不是你先爱上我的 说 你再说 就是你先爱上我的 你 你再说 你还要打一架是吧 不相信 寂寞就好 轰轰烈烈 爱要沉草 给你个热情的拥抱 在最最热闹的街角 强调 强调一定天空地老 连一分钟都不能笑 好 不再会被轻易讨好 不想要 就说不要 我只想爱我相爱的人 一起美梦成真 像被阳光追逐的清晨 不管爱会不会转身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分别孤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分别孤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全真 全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